这也不乱事啊 总是会跟我挑一些歪理 知道吧 你一个月打游戏 大概投多少 大概三四千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挣 在家的时候挣的少 现在一个月一万多 就三四千就扔进去啊 可以啊 然后再吃点火锅啥的是吧 钱够吗 不够 他的钱根本就不够 我的钱都跟他在一起 他都给你花美 没等我花的时候钱都已经没了 那你们俩谁管钱啊 因为钱都在卡里面 没等我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已经把钱都支出去了 你把卡的密码改了呀 密码改了要用钱的话 我肯定还得告诉他 改一次不能改两次 他肯定得知道的 那你们俩把钱分开呗 你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他的钱吧 你们俩搭档是吗 对 因为开支的时候就一起开了 没关系 你跟老板说我们俩搭档 但是我们俩是两个人呢 分一 你们俩分一下吧今天 在一起都挺好的 分啥呀 行了 这臭小子吃死这姑娘 家里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么花钱 家里面有用钱的时候 我现在真的就是拿不出钱 现在家里面就是有点是 房子想要装修嘛 因为都是农损的 父母也特别难 而且我还有个小弟弟 需要上学 对吧 然后跟他在一起 钱基本上都是让他败活的 家里面用钱我根本拿不出来 同样我跟你除了挣钱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一年多 一分钱没往家里面拿过 你从来都没有为我想过 总想着自己花钱 自己吃个玩乐 你们家 你让我来怎么办 你们家需要你贴补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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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你贴补是吧 需要 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是吗 家庭条件还可以 比我的家庭条件肯定是要好一点 那你知道你的女朋友需要这个 贴补家吗 知道 那你咋不帮帮他呢 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帮 除了在家里面欠下的债 而且到了这块 他还背着我办了一张信用卡 以前的债没还完 现在又有这个债 又多了点 败信用卡干嘛呀 就是因为他钱不够花 他还要透支啊 我真的跟你过够这种欠钱的生活 我感觉特别累 背着债过特别累 所以你要分手是吗 对 我能改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能改 在家来的时候就说 我到这边一定改 你改了吗 你们到河北工作 是因为他在家里 就大手大脚花钱是吗 对 他要走你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我说啥 我反正我做的这些 我也感觉我自己做的不对 今天来到这也是想挽回的 你告诉我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 五万多吧 改得了吗 改得了 他这个除了这个败家之外 对你好吗 姑娘 对他好 对我还可以 你怎么对他好啊 我平时我给他买衣服了 买化妆品了 都给他买他想吃啥我买啥 其实你的对他好 就是你对他花钱不吝啬是吧 对啊 那是人家挣的钱 人家也在挣啊 他想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 除了这个呢他关心你吗 基本上是没怎么关心 因为他天天除了和朋友 在一起吃饭 再不就是玩游戏 只能说想起你来的时候 给你买点吃的买点吃完的 平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打理你 所以你这次来是坚决要分手的 是吧 对 是因为在生活里分不掉 是不是 放人走吧 不行 分手不行 我想挽回他 我一定改了我这些 大手大脚的毛病 以后我肯定不乱花钱了 行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要改 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女生说他能改 鬼才信 我就想跑 是这意思吗 还不是 其实女生的意思 我还想信他一回 我能信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聊聊你的家庭 你家那边还有什么人 我家那边 现在我爸妈他们 现在都不在老家了 都已经出来了 家里生活条件真的很好吗 以前好 现在不好了 不好了 因为我爸以前有钱 现在就是包东西一下子赔了 赔了好几十万 现在家里还欠了好几十万是吧 家里现在还有 四十多万块钱债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的挥霍 和家里的几十万 你怎么想的呀 就是 我感觉 做他们那儿女 有点不称职 我们俩在外边 也不少赚 但是都让我 祸祸了 我感觉 我自己心里也有愧疚 好 好 那我想问你两件事 你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花 因为上半场我听你 理直气壮地说 这钱就应该花 第二个选择是 你觉得不应该花 我控制不住 你觉得这两个是哪一个 我觉得不应该花 你是什么呢 这个认为不该花 但是控制不住 所以你的自控力 和意志力出了问题 可能你从小的环境不错 养成了大手大脚 花钱 这个不计其数 但是你现在家境条件变了 所以其实刚才我看到 你在谈到家庭的时候 是有些哽咽的 你知道是难受的 你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你这样自控力 你没控制好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你女朋友吗 我女朋友 但其实我更感觉到 像妈的样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 有 管着你 你就有一小孩 没有长大的小孩 调皮 捣蛋 控制不住 所以钱到你那里边 那自然就花没了 我对不起的 我这一点我应该知道 好 那从今以后 他赚的钱 你不要管 给他 你只管你那份钱 他挨饿了 或者没有钱了 管你要的时候 你也不给 经过这段时间的打磨以后 让他去尝一尝 没有钱的苦头 这个才是让他成长的开始 因为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呢 钱混在一起 当他钱花没的时候 你还是一棵救命稻草 所以他更加的失控 所以暂时你们俩分不分 我觉得先放一边 至少先做一件事情 把钱财先给分了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他的钱就是他的钱 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 还解决不了 那你们两个真的 可能就不适合在一起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男生 他现在还不适合谈恋爱 他还没有长大 他就一个小孩 你现在当妈 你也当不了 你也没有能力当这个妈 所以我建议呢 钱先分开 感情另说 就这些 好 分不分手是在考虑 但是钱必须得 现在就分开 感谢观看